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龙碑手 碎身 不是龙碑手 殿下 你耍赖 谁让你不全力以赴 不然你两种功法同时使用 氧气镜中气也赢不了你 也不知道我的祖龙京 什么时候才能凑齐原材 好在我的八脉 离彻底打通不远了 除了必要的驻守人马外 这次我把能带上的人手都带上了 共有三名天关镜强者 十多名氧气镜好手 加上陆统领带来的两名天关镜强者 和实属氧气镜好手 这样的阵容 去黑渊应该够了 出发吧 齐昊见过黑城主 前阵子荣物缠身 今日才来拜访 还请城主见谅 城主 我们大公子都来了 可以谈合作了吧 拖了这么久才来 这就是你们的合作态度 有事快说 他可撑不了多久 城主可知 魏苍蓝已经跟大洲皇室联手 即将进入黑渊一季 虽然城主称霸黑渊 但若魏苍蓝到时候对城主动手 只怕 魏苍蓝 我可不怕他 你若想借助我的力量对付他 那就拿出诚意 不然的话 大公子 大公子 那我直说了 只要城主能帮齐王府获得火灵碎 日后齐王府推翻皇室 就把苍蓝郡割给黑渡城 我怎么确定你们就一定能推翻大洲皇室 因为齐王府背后是大五王朝 火灵碎对我黑渡城也很有价值 但是黑渡城却拿不得此物 否则齐王府不会善罢甘休 大五也不会同意 我可以和你们合作 但一座苍蓝郡可打动不了我 黑渊边上另外两座郡城 也要归我黑渡城 整个大洲也就十三座郡城 如果齐王府连这点筹码他拿不出来 那就回吧 只要黑城主能助我得到火灵碎 日后这三座郡城就是城主的 好 城郊 哼 周渊 别以为你拉了我魏苍蓝就可以高涨无忧 鹿死谁少 尤为可知 殿下 前面到了囚魔城 那是离战魁宗遗迹最近的一座城了 城主是个天官境后期高手 在黑渡也算是小有名气 我让青青先去打点 今晚就在城里落脚 殿下 听说这里 有不少人已经见过战魁宗遗迹 还挖出些东西来 我们去看看能不能淘点宝贝 好啊 去逛逛 来来来来 走一走 走一走 我这个货都追上的了 来 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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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瞧一瞧 看一看 这些战主里都理解了你新出土的仙户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上了玄缘兵 五千九百元几起牌哦 怎么样 怎么怎么怎么 还什么呀这谁 怎么又是混乱玩意儿 走吧 走走走 少浪费时间 等一下 妖妖姐 怎么了 那边 那块黑牌可以买来看看 不然 妖妖姐 这是什么 这上面有一道原文 虽然不完整 但能让我产生感应 想来不是反务 买下吧 这个理由还真让人无法反驳 老板 这是什么价 这是战魁宗遗迹出头的宝贝 小兄弟想要 两千元金就可以拿走 等等 这牌 我出三千元金 齐浩 你还敢出现 今天就把你楼海宾人 大伤未停的仗都算一算 魏将军 我父王可是周王最中心的 左膀右臂 你确定要当着殿下的面 对我动手 齐人最好继续保持他的忠心 不然迎接你们齐王府的 便是我魏苍蓝的铁骑 你 忠心不是靠嘴说出来的 老板 这黑牌我出五千元金 六千 一万 一万五 两万 什么 殿下真豪气 君子不夺人所好 这东西就让给你们 老板 收钱 老板 瑶瑶姐 你觉得值得吗 值不值 以后就知道了 你就是那个周元 黑毒王 嘿嘿 魏苍蓝 听说你儿子好了 小子 哼 暉 会苍蓝 你没什么长进的 哎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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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将军 我们此行不是来跟他争斗的 等殿下之事完成 我定会取你向上人头 就怕你这次走不出黑云 听说你化解了我的杖魔毒 又不是什么厉害的东西 化解了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好狂妄的小子 齐王府跟我的合作条件 是事成后给我三座郡城 你若能给我六座 我也可帮你 我有魏将军就够了 谁要敢燃指我大州疆土 咱了便是 有魄力 那就希望你不要落在我手中 不然 我倒想试试炮制大州殿下 是何等滋味 你若是落到我手中 我可懒得炮制 一刀斩了狗头便是 周元 还有齐日天 你若落到我手中也一样 这 齐日天 周元 你敢辱我 一家子挠有反骨的东西 辱了又如何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氧气精灯没到 也敢与我这般说话 若没人护你 当场便将你斩杀 好啊 到时候我倒要瞧瞧 究竟是谁斩了谁 魏将军 现在最大的麻烦 就是黑毒王 我跟他 都是太出境两重天 但黑毒王的杖魔器 是极为顶尖的四品元器 与他交受时 会不知不觉被他侵染 要拖住他不难 要胜他很难 瑶瑶姐 你有什么办法吗 就知道你会打我的主意 此为万木玉毒吻 是顶尖的三品元吻 将它催动 能够防御百毒 对付杖魔毒 应该没问题 要这原文相助 我不用再忌惮赵魔毒 至少能压制住黑毒王 那好 我们明天就动身 去战快宗遗迹 虽然有大将军相助 但唯有自身的力量 才是最可靠的 是时候踏入氧气境 这种感觉 身体突然变得通透清零 好像有什么枷锁被打破 天地元器 不受控制地涌进来 不停强坏身体 十几年了 八脉终于再次打通了 冷静 冷静 既然八脉打通 那就趁热打铁 开辟气服 开 这里就是气服吗 气服分五色 青色 紫色 金色四个等级 现在不过是二级气服 变成三级气服了 这股元器是怎么回事 感觉好熟悉 还有一种非常原始的气息 我出生时就八脉自开 但上龙气云被夺 先天元器也没了 难道它一直在蛰伏 直到现在才重新出现 这是 最高等级的金色气服 远龙毒 它怎么会出现在气服中 一会儿变默酸 一会儿变金 最后还变成血色 真是火箭鬼了 情况就是这样 妖妖姐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血色气服 从没听过这种事 你这应该是 被月龙毒亲人 以后自己多注意点 是否不是祸 是祸 是祸夺不过 我尽管其变就是 我的阴阳气服 已经够奇怪的了 没想到殿下的更奇怪 听说周园他们 已经先行动身 一技里危险重重 就算仙道也站不到什么仙计 就让他们为我们开路吧 你之前说 此行为周园准备了一道手段 能让他们走不出黑渊 到时候城主就知道了 反正他们死定了 那时请为宾儿驱毒吧 只是一道压毒 暂时将杖魔毒压下去了而已 我可以就位公主 不过有两个条件 没听过以毒攻毒吗 城主可以先提合作条件 本王 想要马上见到未苍蓝的人头 你的天赋确实不错 这道千以识读文 算是复杂的 才八天 就让你汇聚成型了 估计知道我这八天 是怎么过来的 分心了 痒 痒痒 怪不得叫千以识读文 神像有无数蚂蚁 在我身上死养 你只是沾点原料就受不了 但这却是要化在威兵身上的 以他的体质 如果元王刻画出点问题 他当场就完了 我明白 剩下的时间 我会把这道原文 彻底掌握熟练 绝不允许有意外发生 周元殿下这些天都在做什么 好像是在练习原文 他不会是在临时抱佛脚吧 好像就是这样 而且 我发现陆统领最近在城里 买了一些东西 您看看 怎么全是剧毒之物 这小子想干什么 爹 正要将小弟交给他去治 要不 我们再找找其他人 这些年我们找的人还少吗 赵魔毒有这么容易化解 黑毒王也不能称霸黑元这么多年了 而且这位周元殿下不是愚蠢之人 应该是有点把握才敢做出如此承诺 那只能等后天看他的手段了 但愿他能像自己开八脉一样 再次创造奇迹 陆统领 你站这儿干嘛 殿下 我也让禁军做好准备 要是殿下没把握 我们马上护送殿下离开 我都苦练十天了 陆统领还对我这么没信心吗 这 等我的好消息吧 瑶瑶姐 永威呢 她在闭门修炼 我就没打扰她 那我们走吧 讨厌 时间不早了 我该走了 婷婷 别急着走嘛 我还要你帮我一个忙呢 今天周元会去给小斌驱毒 你去帮我盯着 要是她真出了什么差错 你记得在旁边多煽风点火 我是真想让她无法活着 离开将军府 昨天不是才帮你弄到周元 这段时间的购物清单吗 怎么老是要我帮你 做这做那的 婷婷 你想嫁入齐王府 得我父王同意才行 只要你帮我拉拢到魏苍兰 父王一定会允许我娶你的 那我们说好了 真是个痴心妄想的女人 大公子 黑毒王怎么说 属下无能 黑毒王说 要见到魏苍兰的人头 才敢跟我谈合作 会成 我们要是能拿下魏苍兰的人头 还需要找她合作 她还说 如果没有魏苍兰的人头 那至少也得是大公子 去跟她谈才行 好大的架子 我知道了 那我就亲自去黑毒城走一趟 殿下 我可是一宿未睡 就盼着天亮啊 放心 今晚大将军 一定可以睡个好觉 魏公子 我有段时间 也跟你现在差不多 我明白你的痛苦 相信我 我会把你从这种痛苦中 解救出来的 好臭啊 这是什么毒物 大将军不必担心 账魔毒极其霸道 能对付他的 只能是更毒的东西 所以我决定 以毒攻毒 哼 说得轻巧 以毒攻毒 也得看小兵的身体 能不能扛得住啊 你可别拿小兵的性命 当儿戏 大将军放心 没点把握 我不会贸然行事的 嗯 殿下尽管出手吧 只要能治好兵儿就行 嗯 那开始吧 一匹原文 用这种最低级的原文对付赵魔毒 能有什么用 嗯 要彻底驱除赵魔毒 单靠千蚁石毒纹是不够的 你还要学会八道一匹原文来配合它 啊 这八道原文 刚好将冰儿腰坠三寸的赵魔毒 重重封重 能否成功 就看这二品原文 千蚁石毒纹了 嗯 这道二品原文的复杂程度 比起一些三品原文都不逊色 接下来 就是最重要的时刻了 齐 小兵 哦 赵魔毒被逼出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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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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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这份恩情 为家记住了 大将军快起 如此大礼 我可受不起 来人 殿下 这便是你要的吞原石 多谢大将军 只要再弄到四匹芒鼠袁绍魂 我修炼左龙精第一冲的材料 就被齐了 接下来 我会全力协助殿下去找霍灵碎 在这之前 我得先把黑渊那座遗迹的情况 跟殿下细说一下 周元治好戏兵 这怎么可能 这家伙 让我在苍蓝军经营一年的努力 都白费了 周元既然拉拢到伟苍蓝 肯定会让伟苍蓝把我们软禁起来 避免我们去遗迹 跟他争夺火灵碎 大公子 我们必须马上走 否则就来不及了 我们去黑毒城 有黑毒王帮忙 周元只要赶进黑渊 我就让他有去无回 七号 你说过要带我回齐王府的 那是自然 怎么能把你忘了 黑渊地域辽阔 很久之前曾有不少强大的势力 但后来不知为何都消失了 只留下一座座遗迹 此次发现的那座遗迹 应该是被称为战魁宗的古老势力留下的 这个势力擅长制造各种强横的战斗傀儡 所以遗迹中遍布战魁 其中有一头巨蟒战魁 以四品芒鼠元兽受魂为核心 就算太出境强者遇上 也极难应付 四品元兽受魂 而且 黑渊众多的势力 也对那火灵碎虎视眈眈 特别是黑毒王必然会插一手 还有 齐王府 但不管如何 五日后 我都会调集苍蓝郡的精锐 随殿下前往黑渊遗迹 那我先谢过大将军了 殿下今日也累了 先回去休息吧 可惜了 周元殿下若是没有被大五那对蟒雀兄妹 吞了她的圣龙气蕴 现在即便是我 恐怕也难应其风 唯有俯首称臣 爹 齐浩跑了 还打伤了魏婷 齐浩 派人把那混掌抓回来 军营的人忙着救治魏婷 让他们趁乱逃远了 对了 魏婷说 齐浩去找黑毒王了 黑毒王 凑到一块了 等到了黑渊 我们好好了结这些恩怨 说明了 判断 幻想